誰能比我更愛和女兒 沒有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嘿 大家 現在呢是早上的6點半 今天是日本開放旅客可以進去的第一天 我現在好興奮喔 這一次呢是有點短暫 去快閃 因為畢竟我這一次呢 在出發之前一個多月 然後我完全沒有休息 所以我現在很興奮 我要去日本了 先去機場 GO 今天是開放的邊點 我看一下人多不多 我剛剛在期待說會不會進來滿坑蒙古都是人 結果好還好 我剛剛在期待說會不會進去 剛剛終於用好了 現在呢 有出鏡了 然後今天可能是因為第一天 所以記者還滿多的 我剛剛遇到的兩組問我 我就說不好意思不太方便 沒有遺症不用問我啦 我這樣不漂亮不漂亮 他那我管是 Part 2 搖擺燉 最後好啊 繼續務齊 然後又在躲裡 還是屋面 因為我的還是紅色的 所以他會先要求他看 然後我們現在是先直接到那邊 現在走了很長一段路 沒有鏡頭 沒有指示 我走的是對的嗎 糟糕 怎麼會有這種又繞回原味的感覺 而且我現在連網路都連不上去 糟糕 剛剛已經先填完這個了 如果你是紅色的 你就是照著指示走走很長一段路 完全沒有任何人不要懷疑就是那段路 因為我的那個買SOS 我一直呈現紅色 所以我現在是先用這個 是深告你的身體健康沒有問題 然後現在可能 應該是走人檢查的那種方式 OK我終於出來了 你就會獲得這張藍色的 我們就可以順利進來了 天啊 那因為我這一次來的時間只有大概一天多 所以我現在要加快我的腳步速速的趕快出境 我看一下喔現在兩點十三分 我剛剛其實一點就已經到了 所以跟大家說如果大家有什麼行程上安排的話 就是要稍微就是注意一下 兩點多其實人沒有很多欸 比我想像中少一點 我們現在先速速的來去飯店 我們現在到新宿了 我每次來日本的時候都一定會住新宿 如果到東京的話啦 因為呢它基本上就是 不管多晚都還有東西可以逛 給大家看一下 還沒有到飯店check in 我就自己先買了一萬多塊的日幣 就因為那一排超多衣服店的 我就經過想說不然順便逛一下看一下 結果一進去店員 就是想要跟我介紹 然後他們的眼神都在發光 他就默默的說了一句 You are so beautiful 我就哇 我就買了 怎麼辦 不然我這個人真的是一誇 整個錢包就會自動打開 哇 這個熟悉的路口 哇 覺得這裡很多都不一樣 因為這一棟是新宿 我記得之前好像也沒有這一間店 但是人真的少蠻多的 我也是一個地方 可能還在 這一次日本自由行開放的第一天 快閃來吃讓我們魂牽夢裡的店 究竟是哪幾間呢 讓我們一起來GO 我現在到了今天要住的飯店了 我們要到飯店的時候我都會開門 然後 先讓個位子 再進來 YA 我們現在呢 在六哥縣裡面呢 然後我選的這間是畢業館 每一次來東京的時候一定會來吃這間吃到飽 因為我超愛吃和牛 通常都是點它的雪之宴 但是呢我今天想要試試看它 月之宴是有加上的牛舌牛肋排 李吉 還有龍蝦跟水竹蟹餃 就多了這三樣的 來試試看 然後它是 加喝到飽的話 120分鐘 一個人是14300元 我們今天來點這個來吃吃看 哇好興奮喔 我現在就有 我現在就有 我不知道以前就有還是 還是現在才有 就是它現在你可以選說 你要焼肉之外 你可以選你要壽起燒 還是你要 就是兩個可以選擇 現在小不小不上 它是一個紙耶 好酷喔 很燙耶 好像泰國汗 它現在小不小不上了 這個肉片實在太漂亮了 我先都一片下去吃一下 配酒了 太熟了 我們來烤一下 烤一下牛舌 哇 好快樂喔 嗯 好吃 太酸了 很濃 嗯 好吃 太酸了 現在吃一下牛蝦 很彈牙 那種烤得有點過手 很有配合那個香味的油脂 在你口中那個炸開 哇 就好香喔 我們先來加蝦蝦吃菜了 我們先來加蝦吃菜了 龍隔母味超愛 它有點粗質 只有只要趕快翻牌 就可以夾了 牛不要太熟 它那個和牛的油脂香就是好嫩喔 生菜來了 我夾一塊肉 這個生菜 然後就這樣 因為我這樣點的是 嫩雞肉跟豬雞肉 胖子超搭 肉肉配它成麻醬 有點鹹 它這個有點 我覺得是芝麻椒味真的味道 這個是Shuffle Shuffle的那個螃蟹 我第一次點它是蟹餃 因為我以前來點的時候 我不會特別點這個品項 這個超三朵來的時候 我覺得會是要比較貴一點 然後我又懶得吃海鮮 所以我通常來 我不會點這個品項 糟糕 我脫衣服吃飯了 我吃起來有點乾耶 但我覺得還OK 但我覺得還OK 我剛剛點的 中午要吃這個滷下來 我吃很多也不會太鹹 這個感覺很難 這是我自己做的牛丼飯 超嫩 超嫩 我其實在台灣已經很久沒有吃吃到吧 所以現在有點快樂 沒有兩片 沒有牛 這樣吃就吃 蟹餃 蟹餃 雙刀柳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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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自帶自開的 浪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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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 這個教練剛才很丟心事給我 現在 該動囉 Ice Cream Youth Vingo Horange Horange OK 然後我選的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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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いません 綺麗です 很綺麗 我剛剛一直很想跟她說 因為真的很漂亮 因為她眼睛超像日本的冰淇淋 那我眼睛都會有比較發亮的感覺 我也不知道 她那個店有這種感覺 其實她是柚子口味的 然後她旁邊她的那個農夫茶 我本來以為會有點像是那種 我們常見那種一球一球冰淇淋的感覺 這個還帶有一點點冰沙感 然後我覺得柚子的味道還蠻濃的 它有點像你去韓國喝那個柚子茶 你吃過嗎 月光限制です 這個要用多久 我今天吃的其實是別館 因為她的別館就是空間比較大 然後比較新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興趣真的可以來試試看 然後呢 因為我今天點的是我之前沒有點過比較貴的品項 平常都是點9900的那個品項 我今天想說試試看比較貴的 今天吃下來呢 一個人大概2500-2600左右 我覺得超划算的耶 如果你們是比較沒有那麼喜歡吃和牛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其他肉的品項也還不錯 因為像雞肉豬肉那些 我覺得它的那個口感上也都還不錯 都還滿新鮮的 好 就是這樣 本店在那裡 大家如果本店沒有位子 下來之後過一條毛路這邊走個 100公尺左右就是它的別館了 別館站站 BIGSD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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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記得2年前來的時候 中央的這一條都在整修 然後整個包起來 只有這次來差不多全部都好了 都是電視牆 我們要去吃 我們去吃 我們要去吃 我們要去吃 我去吃 我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懷念的 某一間店 但是呢我這次要是去吃本店 第一次來這一站 我們來這一站 這一站是品奇站 啊品...甜點站啊 如果大家知道我非常喜歡吃某個拉麵店 應該就知道我要來幹嘛了吧 東京街頭 我現在在偷聽 偷聽怕他們點餐那個日文我有點忘記了 怕我會聽不懂 超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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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味道 總算吃到二郎拉麵了 而且還是本店 濃厚的豚骨醬油湯頭再配上大蒜 喔 白骨 美味 好吃 好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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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很快樂 因為我們剛剛吃完二郎本店呢 我覺得裡面的歡樂感 比我之前很常在新宿吃的歡樂感更重耶 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重點是很好笑是 我剛剛點大丸的時候 所有的人都想阻止我 有一個男生就說 大丸的就是很大還比給我看 我說OKOK大丈夫 對 所以他們就喔 但我還是很快樂的把它吃完了 但是我只能說不愧是二郎拉麵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還有你看他的臉 好衰喔 好討厭好可愛喔 我想要這一個有蝦子的 這個蝦子的 欸不是 這個桌子有點醜 我們來偷這個 這300塊 我想要海老 這個 究竟是誰咧 好像福壽爐喔 但是我覺得他這樣很可愛 有沒有 很Q 這間呢是他新開的 他是紅色辣的口味 我們來吃吃看 辣的指標欸 我們要哪一個 鼓勵男女嗎 還是阿布里深色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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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剛剛點的 看起來是很棒的 我點的是那個 三丁目 独立男生跟女生的嗎 我已經知道看不太懂 其實沒有到很辣耶 可能我選三丁目 就覺得好像還可以 我是有點的 看起來超辣 然後我還另外加點的白飯 因為我覺得吃阿布里 就是要把他的湯汁都喝得非常的乾淨才可以 我覺得他的辣沒有想說辣 他還是有帶一點點柚子的香氣在裡面 但有可能是我點的是那種 第三級 所以我覺得辣度還算可以 比較像是 有點像茶粉的那種香辣 然後我又沒有那個 你吃阿布里特有的柚子的香氣 你的辣呢 我的辣酸是滿有氣質的辣 有汗的嗎 流汗的嗎 自然我想到之前去吃 我忘記是哪一間店的 他也是 主要是辣的 蒙古什麼的 我忘記了 整間店都要流 都是那種流鼻涕的聲音 他這個蠻特別的 我還是比較喜歡阿布里特有 有種蛋粒稀又帶著濾郁的那種感覺 吃完了 吃完了這間辣的阿布里之後 我發現我還是比較喜歡原本的味道 因為我喜歡原本那種就是 有點細緻 濃郁 但又有點蛋粒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間的話 我覺得沒有不行 只是我覺得他的那個辣 大家我會建議點三或四 因為我是有不想點到第28 然後我自己覺得他吃起來 就會沒有那個阿布里的感覺 比較沒有那個柚子香 然後味道我也覺得 粉霧粉霧的 所以我就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但是我覺得大家有興趣 也是可以來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 三等級的 我覺得還算OK 順便講一下阿布里本店 它其實也有辣的那個 也有紫拉麵 他們本店的那種辣 是另外一種的 我比較喜歡那種 所以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那如果你已經吃過原味的話 也可以來嘗試看看 因為沒有什麼人 所以我覺得吃到的速度 算是滿快的 阿布里還是原版的 最對我的位 I don't wanna go 我不要回家 我不要回家 我們來轉一下 我們來轉一下 這如果轉到給菜哥 這如果轉到給菜哥 喔 什麼我喜歡的這一隻 這算可愛 好可愛 好Cute喔 還有辦法 看得好想買喔 謝謝 這一次短暫的一天半快轉日本 非常的開心 雖然時間很短暫 但是沒有關係 我還會再來 I will be back 嗨大家我回到台灣了 從日本回來了 然後呢 今天出來的速度其實還蠻快的 我這次飛松山 然後因為我之前 那個桃園機場回來的時候 那時候還在三加四 有跑一些流程啊 所以它其實出關的時間 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但因為今天是零加七的第一天 所以其實出關的速度還蠻快的 不過它會有給你兩個快賽的那個試計 就是你基本上要兩天快賽試計 是negative的才可以出門這樣 還蠻棒的 這一次去啊 雖然時間非常的短 然後同時間又有很多人去 感覺就是有點不想回來 但還是覺得有節到慘 因為該吃的想吃的都有吃到 希望下一次能夠再速速的趕快再去日本玩 耶